新南向周年巡礼 以及南亚还有这个中东北非 以及欧洲各国的经济合作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特别邀请到了 才刚刚从南亚考察回到台湾的 中英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的副教授 也是中英大学南亚与中东研究中心的主任 陈慕明陈老师来谈谈他的实地观察 究竟呢目前中国大陆在南亚的布局如何 尤其呢在几个关键的国家当中的建设 到底顺不顺利呢 其中是否有值得 我们正在推动新南向政策的台湾政府 作为借鉴呢 就请这个老师来帮我们做深入的分析 好 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好 是 老师很辛苦啊 这一次的南亚考察 主要是针对哪几个国家呢 我这一次去了斯里兰卡跟孟加拉两国 OK 这两个国家其实台湾都并不熟悉啦 对 台湾很不熟 是 老师能不能帮我们讲一下 这个在一路当中 就是这个战略当中 南亚地区里面呢 这两个国家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对 因为在 我们在讲一带一路里面的一路 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嘛 是 如果你从地图上看 就从中国大陆出去 先绕到南海 然后到从这个马六角海峡 这样一路沿着印度洋 到印度然后再往西到中东地区 就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 在这条路上最大的国家是印度 是整个中国在往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一个最大的对手 但是你看南亚地区除了印度之外 斯里兰卡 孟加拉 巴基斯坦 这些属于中型的国家 他们其实是对跟中国合作是有兴趣的 所以我认为我们要观察中国的一带一路 特别是走印度洋这条线 你不能只是看印度的反应 你要看这些小国 大陆是不是能够对它有一些利益 它在那边现在双方关系发展的怎么样 这个是观察它一带一路 是否能够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因为这个去年有一件大事是发生了 就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开始营运了 那时候我们就注意到就是说 中国过去有一个所谓的珍珠链战略 就包括了瓜达尔港 还有老师现在去了这两个国家 各有一个港口也被点名之列 老师这个不过因为这几个国家 我们似乎可以都讲说 它很难脱离中印之间的中间的摆档 我查了一下资料 您到斯里兰卡的次数非常多 但是斯里兰卡的政权却是一直在变动 目前它究竟是亲中还是亲印呢 主要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斯里兰卡的状况是这样 它在2015年之前 它的执政党叫做斯里兰卡自由党 这个斯里兰卡自由党的总统 叫做Rajataksa 他非常的亲中 他在执政十年内 跟中国大概借了50到60亿美元的贷款 那所以在斯里兰卡就做了很多基础建设 港口道路机场等等 那外界最重视的有两个港 一个是它最南边的汉班托特港 那这个汉班托特港的大概花了大概20亿美元 那这个港基本上如果盖好的话 它有可能成为整个印度洋上最大的一个深水港 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可伦坡 它也从这个中国那边借了大概这个2亿美元 做了一个可伦坡的 可伦坡港口城的计划 所以其实就是原来斯里兰卡的这个政府 它是基本上是用中国的钱 在做自己的基础建设 但是在2015年的1月 选了一个新的总统之后呢 这个总统就想要摆脱中国的影响力 那你要摆脱中国影响力 你要从别的地方引进别的新的这种 这种资金跟支持嘛 对 但是美国对这个地方兴趣不大 印度虽然有兴趣 可是印度没有拿钱出来 所以双方经过大概两年时间的这个折冲呢 斯里兰卡现在又慢慢有点倒回向中国去 是现在的这个状况 最新的情形是这样 对 它倒回中国其实并不是说它自己愿意 而是中国在那边它的利益实在太深 中国借给斯里兰卡的钱实在太多了 斯里兰卡现在其实也没有办法完全摆脱中国的控制 其实斯里兰卡最近的发展 它就有一点像是给一个大财主借了很多钱 那借到最后它其实已经还不出钱了 它的欠债已经很多了 那大财主就跟他讲说 那这样好了 那你把你的地让出来 给我 这样 所以现在斯里兰卡已经慢慢 它把那个南部的这个汉曼托特港 周遭的一万五千公顷的土地 以及港口 它已经准备要让中国使用99年 就等于跟租借无异了 可能不过港口城呢 原来的计划是这个中国可以在上面占有三分之一的土地的这个永久使用权 哇 永久使用权 那后来斯里兰卡政府这个民意反弹 所以就跟中国重新修约 修约也是这个99年 所以其实斯里兰卡现在已经有点 这个被中国逼到有点是在把自己的主产拿出来送给中国作为抵债之用 是 所以尽管他们的人民有意见 或者说这个反对 但是呢 这个斯里兰卡政府还是无力回天就是了 是不是 他没办法 他现在 他现在全国这个大概税收100 假设税收100块 他大概有70%到80%是在还债 他借的钱太多 他现在的外债大概600亿美元 那其中有80亿美元是跟中国借的外债 那中国借的钱其实利息不低啊 中国跟中国借钱他利息大概是6% 那是高于一般国际信贷的这个利息 所以中国其实算很精的 OK老师 这个外界可能会想说 为什么他想要引进外来的势力 但是呢 好像大家兴趣缺缺 我就要问了 为什么印度对他没有兴趣呢 还是觉得他的战略位置不重要吗 不是不重要 而是现在印度本身也在发展 所以你要讲基础建设 要讲这个经济投资 印度本身有太多的地方需要做 他事实上也没有余力 也没有兴趣去投资 他周遭这些小国家 OK 你看印度本身13亿人口 他有29个邦 那这个你光是讲这些港口 道路 机场等等 印度本身该做就做不完了 他凭什么去投资斯里兰卡 是 而且你斯里兰卡也跑不掉啊 你在什么 你还是在我门口 你还是必须要跟我打交道 印度是这样的心态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印度一直不愿意投资相对的资源 去平衡中国在这边的影响力 就使得斯里兰卡政府 他等了两年 他实在等不到其他的援助 最后只好 最后又倒回去跟中国谈判 是这样 OK 好老师 那我们就要讲另外一个国家 孟加拉了 孟加拉的状况跟斯里兰卡 是一样的吗 还是说他比较警觉到 如果呢 这个过度倾向这个中国的话 会有发生相同的危机呢 这个有意思 因为我去孟加拉之前 我注意到 孟加拉在过去十年内 他从中国拿的贷款 跟从中国拿到投资 是不断在增加的 那我去孟加拉 访问孟加拉的学者 智库 有一些政府官员 退休的政府官员 我就问说 你们难道没有看到 斯里兰卡的状况吗 是 你们难道没有想说 未来跟中国借了这么多钱 中国拿了这么多钱给你们 你们未来会不会也变得 是在外交 在经济上面 会受制于中国 他们说不会 那不会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 孟加拉一直认为自己本身 他在外貌上 在接收外来的经济援助上 他是具有自主性的 这个孟加拉本身的经济情况 是有关 孟加拉人口一亿七千万 那他现在有一 现在孟加拉是一个 全世界第二大的 成衣跟纺织品的出口国 也就是说他有一个 非常完整的成衣跟纺织的工业 在那边 所以孟加拉他事实上 光靠这个做成衣 做纺织的这个外貌 他一年就可以至少维持 6%以上的经济成长 那所以其实欧美这些大的 这些这个厂 这个纺织品 跟这个成衣的厂商 都去孟加拉下单 所以孟加拉他其实 经济的状况 比斯伊兰卡好很多 那第二个孟加拉本身 他一直都也有这种 蓬勃的这种 对外贸易的发展 一直各个国家的厂商 都一直去孟加拉投资 那孟加拉因为 他的很多产品 书欧美是有免税的优惠 所以又使得 这些国家愿意去孟加拉投资 所以孟加拉觉得说 反正我也不缺你 中国的钱 我也不缺你印度的钱 那现在的状况是 中国他反而比较积极去 拿钱给孟加拉 习近平去年10月 去孟加拉访问 当时他只去孟加拉两天 签了26个协议 26个协议里面 他承诺对孟加拉 投资贷款总共金额 是240亿美元 斯伊兰卡过去10年 只不过跟中国借了50到60亿 习近平两天就说 我要借你240亿美元 斯伊兰卡在过去10年内 跟中国拿了钱的5倍 是这个概念 但中国算得很精 他并不是说 白白拿钱给你 中国在那边 他要做的 就是做孟加拉国内的 基础建设投资 他要做港口 他要做道路 他要做公路运输管线等等 他要做的是这些投资 那你觉得这些投资 他不是跟一带一路就有关系吗 一带一路他其实就是 中国到印度洋沿岸国家 去做他的基础建设的 这些投资跟建设 其实完全就是符合 他一带一路的战略 是 所以这个算得真的蛮精的 不过大家知道 这个孟加拉还有一个港口 是不是中国大陆也很有兴趣呢 应该是这样讲 孟加拉他这个国家 他目前最大的港口 是在南边 有一个名字叫做 中文翻译叫做极大港 主要是因为极大港 是孟加拉目前 所有国内的这些出口品 都是透过极大港出来 那这个港口 现在应该是不服使用 所以孟加拉一直想要 开发新的港口 他现在已经把这些点都选好了 那这个新的港口要做开发的话 他就不只是说 这个一两年 或者是一两个国家 事实上很多国家都对 孟加拉要开发新的港口 有兴趣 所以中国现在也有 在想要标 他的新的港口的标案 日本也有兴趣去标 欧美其实也有公司 去想办法去看 所以其实现在孟加拉 因为国内 他未来在五年十年内 他有这个基础建设的需求 很多国家都前不后继的 想办法去抢摊 那中国在所有的国家里面 是在孟加拉抢的最凶的一个国家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公司在孟加拉抢标案 他的这个提出来的 这个就是投标的金额是最低的 那中国为什么能够用这么低的金额 去标到这些案子 很简单 因为中国本身有过剩的产能 他的原料 他的技术 甚至连工人 他可以从中国直接进口 可是这个孟加拉政府 真的不害怕吗 因为这个讲到人力这个问题 孟加拉本身应该有很多劳工 对 那这个就是你要去看 孟加拉这个国家 他在历史上 你看他的地理位置 他三面被印度包围着 他只有南边是出海口 是面对孟加拉湾跟印度洋 所以孟加拉过去他的对外关系 他一直受印度的影响 也就是印度过去 对孟加拉的影响力蛮大的 就是经济上的影响力 这个文化的政治的影响力就很大 所以孟加拉一直认为说 他在外交关系 如果说是要平衡印度的影响力 他就要拉一个其他的强权进来 那中国是现在对孟加拉最有兴趣的 所以他们认为把中国的势力引进 不管是引进他的技术 引进他的资金 甚至引进他的这种外交的影响力 他们都认为说能够让孟加拉在对外关系上面 能够有更多的自主权 他认为只要能够平衡印度的影响力 那把中国拉进来是没有关系的 这是孟加拉精英的普遍想法 OK 好 节目进行到这边 我们要休息一下 马上再回到现场 我们来看看 中国大陆为什么对孟加拉这么有兴趣呢 只有经济的因素吗 好 我们再请老师帮我们做渗路分析 喂喂喂 你还在跟短播收音机奋战呢 你不知道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有更方便的方法 没错 快加入中央广播电台QQ码 3187-30053 3187-30053 我们将由专人火速为你解答 好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您现在收听的是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所 直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主持人曾国华 好 今天我们特别来宾呢 是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的副教授 也是中兴大学南亚与中东研究中心的主任 陈慕明 陈老师 来帮我们谈谈 他到南亚 实际的观察了孟加拉 以及斯里兰卡两个国家的 一个状况 来帮我们做分析 中国大陆在南亚 这个一带一路的布局 目前的一个最新的状况 老师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中国大陆 对孟加拉非常感到兴趣 那当然讲说 这个是有利可图 但是除了有利可图之外 是不是在这个战略上面 他也是感到非常有兴趣 这个你如果是看 现在中国大陆 对南亚的这个战略布局 你会发现 它事实上有一条路 已经做出来了 就是中巴经济走廊 大概在这个十年前 早在珍珠电战略这个概念 被提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有这个想法 就是中国大陆希望说 能够从新疆的卡石 打一条路 这条路呢 就是从新疆 然后进入巴基斯坦的 这个国境 然后一路到巴基斯坦的最西南边的 瓜达尔港 对 那其实十几年前 当时去想说 我要做这条路 不管是工程上 经济上 都看不到这个效益 但是这个 自从这个巴基斯坦的 现任总理夏利夫上台之后 他马上去访问大陆 那双方就共同提出一个 中巴经济走廊的口号 他不仅是说 这条路要做起来 他也不是只有做公路 鞋路 也包含做油管 他就是要把 中文巴基斯坦 做成一个经济上面的 一个走廊带 所以你看 这是第一条路 已经做起来了 在南亚 你看他的这个地理位置 印度横在中间 那当然中国对于 同时印度有兴趣 可是印度本身 他也不太敢跟中国走太近 所以现在中国就是 想要在印度的右边 想要打另一条线出来 那这条线 最理想的位置就是孟加拉 那孟加拉的 现在的首理叫做哈希纳 他在2009年上台之后 2010年他就跑去昆明访问 他去昆明访问 跟中国当时就签了一个协议 做什么呢 就是要从昆明 做一条跟巴基斯坦 那条相类似的一条线 一条交通线 从昆明 金缅甸 到孟加拉 最后到吉大港 那这条线呢 从2010年 就双方有签一项书 那到目前为止 我这次去 我说那到底要不要做 目前我们看不到 太多的发展 他说还是要做 那为什么这条线看起来 不像说中巴基 走廊 都已经正式的这些资金 跟工程都已经在做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还只是规划 但是都没有进行呢 他主要的问题 是中间还牵涉到缅甸 就是昆明 就是对 是中国跟孟加拉 没有直接的国土 没有相邻 他要打这要路 他中间必须进过缅甸 所以缅甸的态度 变得蛮关键的 但如果说是缅甸 一同一做的话 从中国到缅甸到孟加拉 这条交通线一打下来的话 中国在南亚 他就有两条线 可以打到印度洋 一条是透过巴基斯坦 一条是透过孟加拉 那过去中国所讲的 马六甲困境 也就是中国的能源 中国对外运输 都是透过马六甲 来进行这个运输的 这个困境 就可以完全获得解决 所以一个有瓜达尔港 也有极大港 就完全这个解决了 老师刚刚讲 中国过去要用这个 马六甲海峡 这样运输这个油料 或者什么其他东西 的这样的一个 很多费用的 这样一个困境 对不对 对 连安全上面也解决了 对 安全可以解决 是 不然老师 这样是不是就是代表说 这个一带一路 真的慢慢 已经真的浮上台面了呢 我这次去这些国家的 一个观察 我最大的感想 是我觉得一带一路 它不仅仅是一个 口号 它已经开始有一些 很具体的计划在做 是 那中国大陆 跟其他国家 可能有一点不一样的 就是说 它不仅是官方 去标这些工程 那因为现在大陆本身 它也有很多的人 它想要到外面去找生路 找出路 是 所以我会发现就是 有这些计划之后 它其实就有很多 很多中国大陆人 跑到这些地方 开始要开始工作 开始找机会 孟加拉就是一个 很明显的例子 孟加拉大概在这一两年 有非常非常多的大陆人 去那边工作 那你说做什么工作 做简单的做一些外贸 就是在那边 就是做一些进出口贸易 开餐馆 做旅行社 这些人很多 三四年前 孟加拉的华人 大概就只有三到四万 现在已经大概是七到八万 就在转短的两三年内 它的人口已经增加一倍 在孟加拉的台商 有很多他们在那边 就是甚至 本身在公司里面 所雇的干部 都是从大陆聘来的 台湾没有人要去 台湾年轻人 没有人要去孟加 但是你说 大陆也没有人愿意 去孟加拉工作 一堆想着要去工作 很多去孟加拉工作的 大陆的人 他基本上 连英语都不会讲 但他反正就是 西加代卷 就跑去孟加拉 就是想要去打天下 这就跟那种早年 华人到东南亚 去闯天下 一样的心态 我现在在南亚地区 孟加拉 西兰卡 我都可以看到 很多这样的 大陆出来的人 他们就是 趁着一带一路的 这个风潮 也开始在这些国家 开始攻城掠地 那这次我虽然没有 去其他的国家 但是我们这个团队 也有一些人 跑到马尔地夫 他们发现在马尔地夫 那边的观光旅游业 大概有三分之一 也都是由中国大陆人 在经营的 天哪 对 连这样的 马尔地夫这种 40万小国 都只能靠观光 那现在他的整个观光业 旅馆业 也都有越来越多的华人 进入这个场域 所以其实 这个一带一路 现在你不能够只是看 中国政府在做而已 他事实上是也有意的 把中国现在过剩的 这些经济力产能 跟这些寻求更多 经济发展机会的人 把他带到印度洋眼 所以这个策略 事实上是有在做 不能够说是会成功 但他现在是很积极了 是 问老师呢 这个从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 台湾有没有值得 效法 或者是说 应该这个 可以作为这个 我们这个新南向政策 这样一个借境的地方呢 有 我觉得台湾 台湾这个 现在听起来这样 看起来很恐怖 好像说哇 那现在台湾 现在还来得及吗 这样子 来得及 来得及 我老实讲 我觉得台湾还是有机会 什么机会呢 第一个来讲 我现在发现 中国大陆 在南亚这些国家 不管是斯伊兰 还是孟加拉 他只对基础建设有兴趣 他不做 这个一般产业的投资 比如说像做纺织业 做这个制造业 中国大陆本身 本身没有这个 他们本身这种投资 是没有过去的 因为他本身 他自己就 他本身自己本身还可以 所以我们没有看到 中国大陆的厂商 跑到孟加拉去投资 没有看到中国大陆的厂商 跑到斯伊兰 去投资制造业 所以制造业 台湾在这方面 事实上是有机会的 是 对 然后第二方面 就是说台湾在某些产业 在这些地区 事实上是有优势的 譬如说台湾的农业 台湾的渔业 台湾的食品加工业 在这些地区是有优势的 因为中国大陆 他会做港口 他会做道路 他会做公路 但他不会做 这个农产品的改良 他不会种水果 他不会做水质进化 他不会做城市治理的 这些相关的 这些系统整合的产业 这些坦业都是台湾的强项 那其实这些 其实台湾厂商 其实是有机会去 因为这些大陆的公司不会做 他会做硬体 不会做软体 老师 我要讲一下 就是说这个 我们是要以这个民间的 这样的这个民意去比较好 还是说政府可以帮我们做 多做一些事情 然后把我们带过去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会不会也会有问题 会不会被打压 或者是说碰到其他的问题呢 是这样 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状况 比较特殊 他们现在跟中国大陆的 官方关系比较紧密 所以如果说我们政府要去推 我觉得是有困难 那怎么去做呢 我觉得是可以透过业者 透过NGO 透过业者 就是说像孟佳拉 有非常完整的台商会组织 台商会对于孟佳拉 国内的经济状况 对孟佳拉的产业发展 有非常完整的分析跟了解 所以其实可以透过台商会 去做这些事情 那这个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这些国家 它事实上 不管是它的这种 就是技术方面 产业上面 事实上跟台湾 它有一段差距了 所以台湾其实可以用一些 比较软性的援助 援助计划的角色去做 譬如说透过国合会 透过农委会 透过像什么水产试验所 农业试验所 它把一些技术带过去 它可以引导一些台商去 譬如说去这些地方种水果 去这些地方养鱼 去这些地方做食品加工 我觉得这些是可以做的 这些可以透过外贸协会 透过商会 透过NGO 它不一定要透过政府 是 OK 所以都还是有机会了 对 机会在那里 而且机会我觉得还蛮大的 只要你愿意 现在都来得及 而且还有机会 对 其实南亚这些国家 就不管是孟加拉斯 伊兰卡 还包含印度这些国家 它其实就有一点像是 中国大陆在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就是说这些国家 它现在就是经济 现在才刚刚的起步 那这些国家 你这个经济成长率 现在都很高的 你随便一动一动 都是6% 7%以上 那它的工资又很低 孟加拉的工资 一个月差不多100美元了 90美元就可以请到一个工人 比中南半岛还好 对 这个工资甚至是越南的 越南的7分之一 所以其实这样的地方 你去哪里找 但我意思是说 台湾对南亚国家了解太少了 你像看很多人 可能连孟加拉在哪里都不知道 连斯伊兰卡在哪里都不知道 那还说去那边投资 可是我去斯伊兰卡跟孟加拉 那边台商说 当年他们也是 也不知道这在哪里 有人说这里有机会 他们就过来 当时他们不管是做纺织业的 做养殖鱼业的 他们当年就这样 一个拼劲就这样子过去了 结果在里面发展也都很好 没有像我们想的那么恐怖 没错 其实台商现在就要找回过去的 这样的精神 勇于是向外面去拓张 不要再等待 他们说没有年纪人愿意去 他们现在其实找干部 台湾也很少有年纪人愿意去 这地方当干部 所以他们到最后只能找大陆的干部 有一些台商在这些地方 做了四五二十年 年纪也大了 但是儿子家里不愿意接 那最后也只能够把公司卖掉 现在有这样的情形 有点可惜 谁说新南向没有机会 今天老师的分析就告诉你 机会永远都在 只看你愿不愿意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中英大学 国际政治研究所的副教授 也是中英大学 南亚与中东研究中心的主任 陈敏宁陈老师的深入分析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的深入分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